防控疫情期间 为了方便民众购物 最大限度减少人群聚集 北京多家超市 推出了设在社区的购物自体点服务 2月14号 记者走访北京多个超市自体点 全程佩戴口罩 进门测量体温 成为所有自体点的硬性规定 它采取的是这个无接触的这个购物 然后您看这个进门的时候呢 也需要这个就是测量体温呀 什么的这个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举措 然后提取物品的时候呢 也都是没有任何接触的 而且时间呢非常的这个短暂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这个疫情的传播 也起到了这种购物 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阻断作用 民众有购物需求时 可通过超市APP下单 网上选购货物 超市物流中心集中分检 将货品发送到各个社区 消费者按订单到自体点取货 购物结账提货 全程无接触 就是超市人还是比较多 因为疫情原因 然后会有一些顾虑 然后要从APP上下单的话 就是也比较方便 省得出家门 据了解 超市自体点服务 由北京市各街道 社区和超市联合推广 街道社区工作人员 也将帮助不会使用APP的居民下单提货 同时在疫情期间 超市自体点为了保证人群不聚集 还推出了分时段取货的措施 自体点的货物到了以后 并不是集中的通知老百姓来取 而是分时段 分人数的 把大家的这个自体的时间要分散开 保证这个人群不聚集 再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自体点开车的过程中 也是做好这个自体点的各种的提示 一个是你到自体点提货 必须要佩戴口罩 而且进门以后要测温 据悉 目前超市自体点服务 已在北京市市井山区 房山区的多个社区开始试点 下一步将覆盖全市4000个小区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